請我任何人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部影片要來為各位示範的是 如何使用長谷川遺志來封鎖傳奇山景 那麼這場比賽我們所使用的潛能是用能量套的長谷川 來嘗試看看能不能夠用無限量的大招 來封殺傳奇山頸可怕的往後側的頂頭 他後側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等一下這場比賽各位就可以明顯的看到他後側的距離 真的是做壞了 太扯淡了這隻角色 接下來這波防守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守傳奇山頸的時候的防守思路 首先我們把時間暫停一下 當你知道傳奇山頸在帶球的時候 你必須要猜他會往右邊還是左邊移動 因為他一定不會往前移動 他只會往後或往左往右來移動 那現在這一球他打算是往人比較多的地方來進行移卡 但我這邊我猜錯了 所以就直接被他晃出了一個超遠的後側飄移三分 沒辦法 因為傳奇山頸他的移動範圍實在太大而且太快了 你只能利用猜拳的方式去猜他會跑左邊還是跑右邊 來守下他的每一波進攻 好這個地方我們長谷川來了一個靠賽節球 成功把球全奪回來 那這個時候呢我因為感覺到啊 這流川鋒進攻好像不太對勁 這個人好像不太要玩 所以我馬上先頂出去一球喔 來嘗試下一球我們要頂個機制回來 山頂這個時候鬼鬼祟祟的感覺在籃下落來落去 好像想上籃 結果這時候他發生那個空間 馬上就猜到你要去低降沒人的地方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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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還有我拍球大鍋伺候 接下來直接蓋滿18秒 結束這回合 沒辦法 我們這個陣容呢 只能全部把球全都交給流川鋒來頂頭 或者是攻框啦 結果這邊呢 流川鋒嘗試來一個攻框 又被蓋 不得不說對面是守流川鋒 實在是守得蠻不錯的啦 來這個時候呢 山頂打算有要中大距離後射 但是抱歉 還有我 倉古川 直接送他一個好媳婦 馬那鍋 沒問題 哇 但是這邊呢 流川攻框一直失敗 沒辦法 這個時候我受不了了 只好再頂出去一球了 還好我極致球 成功再拿下兩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山頂在籃下鑽而鑽去的 一看就知道呢 他想要做上籃啦 那這個上籃這個動作呢 雖然你現在看上去會以為很難幹 但我估計啊 過了一陣子之後 大家如果習慣了 這招應該就會變成是一招送鍋招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流川啊 他就進入了一個不斷送鍋的模式啊 這邊一樣喔 再進去攻框呢 雖然沒有送鍋 但是系統很不給面子 還是讓他失誤了喔 哇 流川這個進攻完全當機 讓我們這邊打得非常的痛苦 這個地方只能靠我們的谷川 靠賽級球 雖然最後球並沒有到我們的手上啊 好 這邊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後側 太誇張了這個距離 來 各位我們慢動作再看一次 後側進去底線的位置 接下來直接撤出來 人家是天龍八部 你天龍一部 直接從進去的位置 撤到快接近三分之間的位置 太扯淡了這個後側 好 透過剛剛這幾步的進攻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喔 這流川其實不太過玩喔 雖然有的時候可以像這樣 像外繞出幾個空位 投進幾球 但是呢 大部分攻框的招 對面幾乎都是掌握得好好 不得不說對面的櫻木 守得攻框守得還不錯 正所謂呢 有的大路不走啊 直接專門這種斜門歪道很會走啊 流川呢 我估計他應該是按錯鍵喔 不小心偷到了這一分喔 但沒關係 能夠得分就是好球啊 各位觀眾 前方高能 非戰鬥人員 請迅速迴避 這個時候三井獸 直接來開了一個堂堂三分 我這邊直接來一個好媳婦 特製大鍋 把他冒了下來 注意這邊有個微操 我故意往後退了兩步 然後直接來個排球大棒 把他大招直接冒了下來 流川風這個時候又拿到球 準備往裡面滑 結果呢 滑到外面又投了一個三分球 奇怪是帶三分套是不是 到底跟哪個實況台學的 亂學這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個時候師傅喊了我有大 這個時候全部都把球交給他 結果他就是不該大 這些人到底在搞啥啊 好像都是斜咖來著耶 到底在看什麼奇怪的實況台啊 怪怪的耶 來這一球啊 我們俗話說的好啊 千蓋萬蓋 但是被晃倒了 你就是不能蓋喔 這個地方真的沒辦法 你可以看到啊 剛剛晃倒一出去啊 那個身位直接被拉了 大概有八個身位圓吧 太誇張了這角色 這個時候你看他們每一個人在那邊 互傳傳來傳去的 就知道啊 大概小田八成四個大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送他一個好媳婦 特製大鍋 直接給他拔到他老媽 他都不認得了 各位 這就是能量套長虎穿的威力啊 隨時手上扣著一個大 讓對方呢 以為你手上好像就是有大 真的是很難出手 甚至是不敢出手啊 傳奇三井再次嘗試頂個兩分 頂出去沒有勁 這邊因我來一個決勝不扣 我這邊直接給他一個手帽下來 好媳婦 麻辣火鍋 沒問題 請你吃辣的 真爽 雖然這個流川鋒整場都在醜 但是沒關係 你整場只需要帥一球就夠 這邊直接來一個2點決殺 沒問題 比賽現在剩下2秒鐘 三井還在做最後的困獸之鬥 但是遺憾時間已經不夠 這場比賽的所有進化內容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的結果 這場比賽呢 長虎穿總共貢獻了6顆主攻 其中3顆就是用大招來蓋的 那麼這6顆主攻當中 有4顆主攻 都是貢獻給這一個傳奇三井的 比賽呢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傳奇三井 他的觀察能力並不強 他並沒有觀察到 我的手上還有沒有扣有加速 如果我加速已經沒了的話 他才可以選擇出手 這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出手時機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場比賽的所有內容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台灣人 下次見 掰掰